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苗栗县协和慈善基金会 长期关注弱势的长者 还有地方教育 基金会成立到现在满20周年 也举办了庆祝活动 而副总统赖清德 是特别前往来参与 替长辈打菜送便当 除了要感谢基金会的用心 更期许这份善行能够持续不中断 副总统赖清德 苗栗县长雪耀长 以及协和慈善基金会董事长林光青 一一将美味的菜肴放进便当 再分送给长辈 爱心送暖至今20周年 刚刚我们从你面前看出来 他的爱是不分国界 虽然在我们苗栗历是主要 其实在台湾又有很多地方 就受到一个麻烦 那我们可以看到 他的爱心也鼓励到 中国大力 另外呢 他的爱心的推广 也不是简直 我们是坚持弱势的群众 没有到教育里面 还有到公地这个原因 所以这一点 我们是最不适合的 协和慈善基金会2001年成立 服务之一是送热腾腾的便当 给若氏的长辈 由志工们烹瓢送餐 分送四个乡镇的长者 一天超过200个便当 20年服务了上千名的长辈 累积送出118万个便当 副总统赖清德 敬佩善心不中断 基金会也期许再迈向下一个十年 基金会这一次主办这个活动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感谢志工妈妈 谢谢你们一直在这里 很谢谢基金会的志工妈妈 我们基金会有40位志工妈妈 然后有15位 服务满15年以上 10年的也有10位 所以我们志工妈妈在这边 大家都非常非常的用心 长辈能够吃到美味的便当 背后有强大的志工群 庆祝大会上 基金会也赠送感谢状 肯定他们付出的珍贵心意